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現在錄影時間是禮拜三 早上的10點13分 昨天台北股市大漲155點 那今天開盤一下子跌了84點 欸 可是很快的喔 又上來翻紅 那不單是台北股市翻紅 你看今天亞洲股市今天全部都開低 可是很快就恢復了多頭的力道 你看澳洲開低之後目前漲0.9% 南韓從開低目前漲0.2% 日本也是一樣從跌目前快回到平盤 香港股市今天開盤直接開出高盤來 漲了161點 那為什麼全部都會開低 因為昨天本來美國股市是大漲的 可是在尾盤的時候 川普突然 不知道是哪一根筋不對齁 大家都在等紓困案的過關 他突然臨時講 暫停紓困案的協商 那原本 在眾議院裡面民主黨提了2.4兆美元的紓困案 那雙方民主共和兩黨一直協商 討論不出一個共識跟結果 那川普突然臨時喊咖 一直要等到選後 可能才會再協商 那讓市場有點失望 出現尾盤的擊殺 那道瓊跌了375點 納斯達克跌了1.5% 費城包含體跌了0.6% 因為目前美國疫情還蠻嚴重的 那有很多行業急著需要紓困金 否則會繼續裁員 那這裡面尤其是航空運輸 波音昨天大跌6% 所以昨天包含美國的電子股部分 從蘋果、臉書、Google、微軟 跌幅都到2%以上 所以造成今天亞洲股市開盤 直接開出高盤 開出低盤來 可是亞洲股市似乎對於這個問題 表現沒有來得那麼的嚴重 因為畢竟你紓困金沒過關 影響比較直接是美國自己本身 那亞洲股市影響 感覺上沒有影響那麼大 那其實不然 因為這種東西是股牌效應的問題 你如果美國的企業 本身紓困金拿不到 持續裁員的話 那麼消費就會遞減 消費遞減無形之中也會影響到 慢慢擴及到全球股市 只是川普的人講話 電三倒四 他現在暫停協商 搞不好過兩天 他又開始恢復協商 為了選舉勝選 什麼可能性都會有 所以漸漸的川普講話 市場上都開始慢慢的質疑他 那台北股市昨天外資大買了99.8億 昨天大漲155點 今天開地能夠馬上上來 確實不容易 比較可惜的是 成交量1600億的預估量 這種量不夠 從最近這個量身上可以感覺出來 很多人在美國股市 開始慢慢接近選舉的時候 市場觀望氣氛是越來越濃厚 那其實當你那麼想的時候 很多股票從底部都剛剛開始要醞釀 開始要發動而已 你只要掌握不要去追高 不要去買那種短線特別強的股票 如果基本面不夠強的話 你看航運股 禮拜一大漲 禮拜二跌今天又繼續跌 所以你用為一天的強勢股去搶 去疲於奔命 沒有那個必要 現階段四大主流群 我一直跟大家提醒 全新的行情全新的主流 你看上禮拜說完之後 大盤已經漲了五百五十幾點 已經起五百 如果把今天漲的加進去的話 那麼已經高達漲了五百七十點了 那全新的主流就在這四大主流身上 防疫概念股的耳溫腔 口罩 國具 中心受惠股 制裁中心受惠股 你看今天南亞科 望虹又繼續漲 平概股一直都是很熱門的焦點 現在已經證實了 10月13號 蘋果新的手機發表 有三款 有四種基種 有三款有四種基種 有大尺寸跟小尺寸的 那這些話題都會成為市場上面 熱門的焦點 所以跟大家講過 你不要去黑白買 行情持期比落 隨時各股都有轉強 類股都有轉強的機會 可是你不要把焦點給模糊掉 因為在輪動過程當中 很多股票隨時表現 兩天三天就熄火了 你疲於奔命沒有意義 你跟我一起鎖定這四大族群就對 你看耳溫槍的部分 上禮拜五 上禮拜三 我跟大家談耳溫槍的概念股 昨天發布營收 豪展 9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熱印9月營收 也比去年同期 大增218% 比上個月成長9% 熱印今年全年的EPS 恐怕20塊錢跑不掉 恐怕20塊錢跑不掉 因為現在目前全球疫情高漲 這個疫情本身要保持距離 所以耳溫槍的部分 需求反而是比較低 那耳溫槍 因為畢竟它是保持一點距離在測量的 所以反而需求大增 那這彼此之間毛利差很多 所以對於整個 耳溫槍概念股來說 獲利都有大大的提升 那熱印9月營收 原本8月掉了下去 想說9月份可能還在掉 沒想到9月份營收就拉起來了 所以可見海外訂單還是很搶手 那熱印昨天 今天開盤 一度漲到95塊錢 那目前押回漲4毛錢 總共股票怕不下去 有下去都要緊急 外資昨天又繼續加碼買進 前一波漲了85天 壓回84天 你看短短幾天時間而已 從81塊漲到96塊 很快的 很快 像中股票只要有90元以下 只要有90塊以下 你都要注意 隨時開始加速一波 新的補漲行情 機會都很大 因為這一波回了84天之後 這是全新的多頭開始 而且本比才4倍而已啊 今年每股獲利光是上半年 就已經賺了10.6 那下半年的業績 還會維持在高峰期 所以全年每股獲利 還一樣可以維持在20塊錢以上 因為第二季賺7塊錢嘛 第三季的EPS 恐怕還是會維持在7塊錢的獲利 那第三季還是維持7塊錢的獲利 那麼光是前三季的獲利 就已經高達了17塊錢了 對 光是前三季的獲利 就高達17塊錢了 那全年獲利20塊錢沒問題的啊 所以中股票你不用擔心它 已經修正那麼久 所以不要想太多 我跟大家講過 這是全新的行情 全新的主流 你鎖定這四大主流就沒錯 口罩的部分 1325恆大也不錯啊 恆大今年每股獲利 也有20塊錢的實力 前三季 8.66 然後第三季的業績 還是維持在高峰期 所以第三季每股獲利 還是有維持7塊錢的實力 所以光是前三季加從幾來 可能就已經高達15塊錢了 所以防疫概念股的部分 耳溫槍跟恆大 樂硬跟恆大這兩支股票 務必要密切注意 後來都是很好的機會 好國劇 你看國劇今天一開盤 我本來想說 昨天美國跌那麼多 看國劇有沒有機會壓低下來 讓我們會員再加碼一些 所以開盤前我通知會員 有來350元繼續買 今天一開低最低353 很快就上來了 剛才已經又來到358 你根本沒有太多的低點可以讓大家來做揭露 你看我在上上禮拜五的時候 國劇我就跟大家講過 值得一讀的股票 我三百二十四塊開始講的 大家都有上場 進場的機會 因為上禮拜一 低點還有324 323 那現在都已經358了 也是不會拉 還是不會下來 因為目前的位階還在很低的位階 我當時鎖定國劇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談過 我當然不知道 國劇跟黃海要結盟嘛對不對 那我可能會知道 可是我看到春田製作所 股價已經創今年高點了 春田製作所股價創今年高點 太陽幼電也上來了 那唯獨剩下國劇還沒有漲 所以國劇後面一定會補起 目前還很低 目前短壓在年限358 另外一個半年限363 只要這兩個點 年限半年限只要一站上去 國劇整個行情會開始加速 因為行情沒有很快的時候 大家都不會去特別去談 可是等到加速之後 大家又一窩蜂開始在談 那永遠都是在追高殺低而已 所以國劇恐怕不會下來 自己高評率一定要注意 那今年每股獲利 並了積美之後 每股獲利應該會有 30塊錢以上的實力 上半年已經12塊啊 去年16塊 今年如果30塊錢的話 股價絕對不是這個樣子的 你看外資昨天又繼續加碼 外資已經連買第四天了 國劇你要特別留意 四大主流裡面 制裁中心的受賄股 制裁中心的受賄股 目前表現比較明顯的 聯電 世界先進 起太高了 不要去看 今天反而是 南亞科 今天反而是南亞科 開始衝出來了 南亞科衝出來之後 旺宏今天也開始動了 旺宏今天也開始動了 旺宏我跟大家講過 在制裁中心受賄裡面 我個人認為旺宏 才是真正的大贏家 那目前 年限在32.7 跟33塊錢的壓力 因為這個平台還沒有過 所以量一直還沒有出來 可是未來只要33塊錢一騎去 33塊也騎去 你會等著看 你會等著看旺宏會有多強 旺宏低檔也不多了 目前在任天堂加速出貨的過程當中 9月營收還會再拉高 9月營收還會再拉高 那至於平蓋股的部分 因為這個族群比較龐大 所以你要找 5G真正受賄的焦點 在平蓋股裡面的部分 我昨天跟大家談過 滑通你可以注意 滑通可以注意 滑通這次從54 壓回到40塊錢 其實回的也蠻多了 目前連線鋪在下面 滑通今年每股獲利 應該4塊錢跑不掉 目前又站穩連線 滑通印刷電路板的滑通 另外一檔 金像電 金像電外資也調高目標價 來到68塊錢 所以金像電 金像電時間是還沒有完全消化掉 還要幾天一段時間的整理 印刷電路板的部分 這就記得要注意 那印刷電路板但最重要還是 4958真頂 全球最大的印刷電路板 昨天拉了一根長紅棒 昨天拉了一根長紅棒 現在就剩下最後的平台 135塊 只要135塊錢站上去 真頂就會開始動了 昨天最高聊到133.5 剩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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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 真頂就會開始動 你看平概股的部分 我跟大家推薦了 3034的聯油 是不是一步一步越來越高越來越高 一小步一小步一直在碎步前進 今天聯油也很強 聯油又漲了6塊半 我們來看一下平概股 目前比較重要幾支股票 聯油剛剛跟大家談過 真頂也跟大家談過 新普昨天發布9月營收剩歷史新高 這也很久啊 也休息了好久了 重新回到年限 又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那新普本來就是在離電池部分 蘋果主要供應商 9月營收剩歷史新高 只是價格300幾塊 有點貴啦 可是確實業績是很好 那預金光業績還沒有發布 業績發布出來恐怕也不錯 對800幾塊下來 現在只要600塊錢一站穩 預金光會充 反而大力光是相對比較弱勢 因為大力光在整個鏡頭部分 蘋果要搶市占率會推低價手機 從去年就開始推低價手機了 那低價手機裡面 當然高階鏡頭會比較可惜 所以變成英雄無用武之地 反而預金光1200萬畫素 反而是受惠者 所以預金光後面要注意 這個底部也開始出來了 沒有什麼低點了 只要營收一發布 9月600塊錢騎掉 預金光買的上檔 你看一檔一檔都是底部的股票 都是Dable的股票 所以你不用去擔心行情 鎖定個股操作就對 你看今天金側來到732塊錢 這個頸線已經快要突破了 三支腳已經騎穩了 730塊騎上去 這個底部一完成 就等一根立長紅的棒子 大量立長紅的棒子 只要這個棒子一出現 就是一個新的多頭開啟 金側我也說很久的 我對655塊就開始說了 今天已經來到730塊了 655到730 看80塊錢 要八十塊了 一檔要八萬塊了 我不知道你有買嗎 我說這麼久沒買 我也沒辦法 對不對 都已經那麼低就告訴你們了 穩帽9月營收創今年新高 這次等300塊錢站上去 所以目前很多賺大錢的股票 尤其平概股的部分 都在等號角發起 攻擊的發起 原相昨天發布9月的營收 9月營收 7.85億 比去年同期成長24% 比8月份成長3.5% 連續第四個月 連續第四個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今天比較可惜啦 利多發布 外資連買第五天 連買第六天 利多發布預告大盤不強 所以暫時壓抑住 可是 你如果真的也那麼有實力 業績真的那麼好 那壓值是一時的 一百八十六塊站上去 這會衝喔 本來原相就是很活潑的一支股票 股本也不大 13.9億而已 那目前除了任天堂 趕著出貨以外 包含無線耳機 包含手錶的感應器 這些都是相當熱門的一個話題 所以原相要注意喔 這隨時會衝喔 你看一檔一檔中底部的股票 隨時都有機會讓大家賺大錢 所以賣太多 不要想太多 趕快 只怕不壓回啦 壓回你都要趕快積極的準備喔 那今天盤面上最大的亮點 當然就是在MOSFIT 因為大中捷利 大中9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9月捷利9月營收也是歷史新高 那包含把尼克森也帶了上來 副頂9月營收也是歷史新高 那這裡面尤其龍頭廠系列 系列目前股價已經來到2100元 已經成為股後了 所以系列成為股後 加上9月營收全部都創歷史新高 所以整個MOSFIT 今天是盤面上最強的焦點 MOSFIT這一組 幾檔 你如果要操作的話幾檔可以注意的喔 大中獲利可能沒那麼強 上半年只有1.2.7 2.7跟去年的4塊錢 落差是比較大的點 那反而你可以注意到是節利 因為一樣是獲利 一樣是股價大概在100塊錢 節利上半年已經4塊錢了 一個2.7 一個4.2 價格都在100塊 當然是以節利為主 當然是以節利為主 那低價股的部分 很多人可能會去搶 負頂 那其實負頂業績是最爛的 你看之前都沒有量 都是僵屍股 那突然間一拉高之後 漲了一倍一拉高之後 大家又去搶 有時候回頭想一想喔 為什麼它長期都是僵屍股 一定是營運有問題 一定是業績有問題 那稍微一轉強你就會搶 比較沒那個意義啦 在低價的MOSFIT裡面 我比較會注意到尼克森 因為尼克森的業績 在中低價MOSFIT裡面 它一直都是很熱門的一個焦點 那去年的獲利也是來的比較強 去年每股獲利有來到3塊錢 去年我們曾經做了一段 從30做到60 那目前股價要開始佔上年限 所以MOSFIT低價部分尼克森 你想操作的話也可以特別注意 那今天MOSFIT是 在業績掛帥的一個推動之下 是比較亮眼的族群 所以操作上其實 那麼多股票 重點族群只有幾個而已 你不需要亂槍打鳥 鎖定真正的焦點 鎖定真正的話題 從這四大主軸 從這四大主軸出發 耳溫槍的熱硬 口罩的恆大 國具 中心制裁受惠股 包含瓶蓋股 你這樣濃縮起來 真正重要股票 五六支 你再把它集中 集中在少數的三世黨 這樣也很精簡啊對不對 所以不需要 讓自己做得很複雜 跟著021期鎖定 全新的四大主流 目前都才剛要開始起漲而已 你可以利用我們現在 剛推出的 好禮帶回家的活動 我們現在推出 新品上市 新標股登場 好禮帶回家活動 我們一起來鎖定這四大主流 一起來操作 我們的複雜線 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們下午見